花蓮林館处要在封冰箱举办好野人慢慢走比较快 2021身穿离海失地艺术季 7月27号降为二级警却之后将可以和民众来见面了 十组艺术家带来实践的艺术作品 在封冰箱五个部落展出 期盼可以传达东海岸富饶的原住民生活 还有人文精神 在时代洪流当中如何保存传递及永续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有林物局花蓮林区管理处主办 节点共创策展 在华林县封冰箱展开的好野人慢慢走比较快 2021身穿离海失地艺术季 受三级警戒疫情影响 原预计在6月6日开展 随疫情降为二级 终于在7月27日能与民众见面 今年邀请国内十组艺术家带来实践艺术作品 在封冰箱五个部落轮番展出 经由创作的过程 去了解这些部落前后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旧的东西 然后都把它结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新的想法 每一件作品里面就是代表着 每一个取老对我传统方式的一种传承 所以我其实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创作把 有形的跟无形的这种资产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再现于大家的眼前 这个言观它其实是有关于上一个文明 所以它其实是展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时空观 想说透过这种方式重新认识了这个环境 以及背后所承载的一些意义这样 其实在族人他在牵引的过程里面 有些东西是会逝去的 有些东西是重要的一定会带走 那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在离开部落的时候 我留下的是什么 或我失去的是什么 今年艺术季的创作主题 反映台湾东海岸的原住民与大自然的生活互动 在时代洪流中学习如何共生共享与共荣 台湾是一个宝岛 尤其是东海岸这个区域 林物局在98年开始 就开始在东海岸这边做水梯田的一个富裕 那从到现在也十几年了 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串接从森林 溪流到海之间 包括人所居住的一个农田跟聚落 让这个生态系统能够更完整 它就能变成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 那就能够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稳定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办了很多跟在地居民连结 尤其是这身穿离海艺术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藉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能够把人拉进来 不只是促进在地部落 他们的传统文化跟那个智慧的一个保存之外 也让外地的人能够藉由这些艺术祭所展现的艺术作品价值 能够了解人在这个地方生活百年千年 他们的一个传统智慧跟他的一个生态习性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唤起在地居民的一个公共参与意识 重新找回自己对于这块土地的一个爱护跟使用的方式 让人跟自然能够和平共情 展祺集一起至9月30日 7月27日降为二级警戒后 欢迎民众前往封冰箱 基齐复兴新社猫公和港口部落 共五个部落参观欣赏 而8月开始的每个周末还有定时导览 以及将安排舞场海在路上火堆论坛在地体验 更多详情和交通资讯 可搜寻深川离海或脸书粉丝页 深川离海吃地艺术祭 记者长邦彦峰冰箱报导